可能对手漂亮球打了一些 但是自己失误送分 也送了不少 这样一算总账呢 并没占到什么优势 曾经的顽强防守 稳健的防守 却是让哈菲兹很头疼 不断的失误 这场比赛也是曾经第一次 在汤杯这样的团体赛当中 打一场决定胜负 决定整队胜负的比赛 而曾经曾第一局的前半局 显得打得非常自信 也是经过了这两年的 一些团体赛的锻炼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06年亚运会 小组赛团体赛呢 他输给了印尼的西蒙桑通所 而他的实力 在当时应该是在西蒙之上 但是这场实力也对他锻炼很大 接下来在淘汰赛里面 他就赢了西蒙 再经过这些年一些 大赛的锻炼 虽然他是第一次 打这么重要的一个比赛 但是心理上还是显得非常稳 暂停之后加快速度 连得两分 13比9领先 参加快速度 将军伤机全球 前进铺球没有过 卡维斯还是利用他经验的反拍往前技术连得了两分 东南亚的运动员他们羽毛球运动员他们的往前技术都非常重视 现今起跳扣刹直线 14比11 好球 全球利用了头部的一个假动作 晃到了对方 在投顶区的斜线出界太多了 他送的这些分 基本上是构成了 现在陈金比分上的领先 7-11 派费斯连续在往前失误 18比11 19比11 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后 陈金11比9 到现在打了对手一个7比2 派费斯再次回球出界 陈金的局点 因为陈金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哈费斯感觉这球打到哪 对手都能接到 老想把球打得更靠近边线一点 更贴网一点 自己失误一大把 这些人会有了 对手都能打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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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曾经21比12 胜了第一局 现在是1比0领先 好观众朋友 现在陈金和哈斐兹 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今天的汤杯半决赛争夺里面 第一场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胜了中国队的林丹 第二场中国队的护外风蔡云 胜了马来西亚的古剑杰陈文宏 第三场是鲍春兰 胜了黄宗翰 但是第四场比赛 马来西亚的双打 塔加里和扎克里 胜了谢中博和郭振东 将比分搬成2比2 但是进入了决胜局争夺 在决胜局的第一局 决胜场的第一局 田津是21比12获胜 现在是第二局比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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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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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2 2 3 2 在第二局比赛里面哈菲兹可能会继续的加速 而且第一局的失利呢 哈菲兹有很多都是自己的失误送分比较多 所以陈金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虽然第一局赢了对手挺多分 但是后面不能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